不過我們說到台積電 他們在日本的熊本廠 從今年的2月開始營運了 因為我們大家認為說 台積電在美國擴廠所 面臨到勞工的問題 在日本應該是不會發生 結果停號好像是有點 跟大家想像的不同 因為日本媒體去訪問了 在當地的工程師 結果台灣的工程師說 沒有想到一般大家覺得 日本的工程師 應該是工作很拼 結果他們時間一到 下班時間一到就直接走人 甚至直接就說我要下班了 沒錯 其實如果你仔細觀察 台積電文化 其實基本上也都是準時下班的 只是說它不同之處在於哪裡 通常如果在產線工程師 大概在早上7點半左右 就有一個晨會 晚上還會有一個晚會 通常在7點半早會和7點半 就是晚上 大概5 6點的晚會當中 工作結束以後 它是直接放人 但是你隔天要準備隔天的早會 這個準備的時間 很有可能就是帶回家準備了 所以就是就連台灣廠的部分 它也不會要限制你 你一定要在崗位上一定要加班 時間到了一樣放人 只不過你有新的loading 有些是要帶回家做的 這個是比較具體的區別 但是從日本文化你也看得出來 基本上台灣人的性格 就目前來看 還是相對有競爭力的 你看這幾天 不是地震頻傳嗎 你要知道地震每次頻傳 很多都是這個COTION 要馬上要回足和原廠 來觀察到底有沒有一些廠區有損壞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等到 這個隔天上班再來觀察的話 那如果有機台沒辦法運作 那個對於整個廠的損失是相當巨大的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梗圖流出 這也是具體的訪問 當時台積電的人力資源副總 何立梅 何副總的部分 他就聊到說 我想所有的工程師都知道 如果發生地震 他們必須要盡快的回到公司 起點並不重要 就算是半夜 他們也得回來 這個是的確有所發生的 可是你也可以了解到 這種台式的工作文化 跟日式工作文化 和美式工作文化的不同 我們都很清楚 美式工作文化 它是比較鼓勵你問壞 你問為什麼 鼓勵你有不同的思維 才可以在一些科技大型技術當中 取得品牌上的領先 日式文化是什麼 日式文化它並不像台灣 台灣有點類似於高度服從文化 日式文化它追求的是 內部的共識的集體共識 再來做集體行動 你看到的豐田或者大型科技巨頭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 那台式文化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部分它的客戶 是To B 所以它少了To C的那種 品牌的維護感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台積電腦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做任何代工的 它都不要求跟終端客戶 有直接聯繫 它不用了解說 一個手機到底要有 什麼樣的性能才是最好的 它不用了解說 一台電腦要有什麼樣的性能 才是最好的 它只要符合客戶的要求 就可以了 所以它主要 所以台積電就是To B 它只要符合客戶的需求 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去了解說 市場上更需要的 手機的應用 它是哪一些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也由於這樣的一個環境 導致了整個台系供應鏈 由於To B 這樣的一個專精環境 導致To C 這樣的一個領域 在整個東亞體系 就慢慢的退去 你看就日本而言 到現在還是有任天堂 索尼 韓國有三星 那這些 他們還算是品牌商 也就是它有一個內部的競爭生態系統 換句話說 你可以到內部進行內部創業 做各種不同的品牌 手機 電腦 洗衣機等等 你看看當時在2010年 台灣也曾經有一段時間 嘗試要突破微笑曲線 嘗試去攻這個品牌端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就算代工很厲害 但是代工能夠創造的價值 台積電創造的價值 相對於蘋果還是小得多 為什麼 因為它有更大的一個品牌客戶端的價值產生 當時在2010年的時候 台系供應鏈就曾經獲得非常明顯的拉升 你看當時 筆電出貨量最高的 1500萬台的 是哪一個 惠普 占全球市占比有18% 第二名就是宏基 佔比有14% 更重要的事情是 在2010年當時 惠普的成長幅度 每年年花爆頭只剩下兩成 但是宏基是五成四 五成四 當時的華碩它也是僅次於聯想 成長幅度是高達 一百 一倍以上 沒錯 所以這兩大企業在一段時間內 曾經受到市場上品牌上的一個吹捧 可是到如今為止 我們看2023年 我們看前三集只剩下華碩 現在排名大概是第五名左右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你缺乏那種 對於品牌營運端的一種維護 導致著市場上 就不需要這麼多這些的人才 也就是說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大學畢業 你對於做品牌很有興趣 可是你進足課以後 你會發現 原來我都是做2B的 我不需要去做一個新創 我只要符合客戶的象徵 我只要在專有的技術上 進行研發的話 它就容易形成失真 那它會形成一個效果 那就是台灣這種特殊的文化 它必然伴隨著 相對低廉價的成本 低廉價的人力成本 導致它在全球的價格戰 更有它的競爭力存在 所以你看到 雖然三星在這幾年 你是說台灣的競爭力 來自於便宜的勞工 便宜的勞工和高度扶承的員工 這一定有它的一個成本存在 我舉例來說 我們看台灣的基本薪資 這幾年的確也在陸續調高當中 現在已經來到27000塊了 可是你要知道 台灣的人均GDP 早在去年已經超過日韓了 這代表著 台灣人每個人平均的產值 是比日本和韓國都來得高的 但是我們從基本薪資來看的話 韓國的部分目前基本薪資 是46000塊 換算台幣 日本的部分是41000塊 你如果看的話 接近是1.5倍左右的領先 韓國最高 然後是日本 最後才是台灣 而且差距很大 這說明一件事情 台灣經濟是真的好 是非常亮麗 獲利的確都在創始高 人均的利潤也在創高 但是獲利創高 不代表大家的工資提升 但是錢還是賺了 這說明有很多股東 有很多企業主 他的確賺取了龐大的資本產 所以企業主賺到錢 不見得願意跟勞工共享 我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們以基本工資 佔人均GDP的比例 如果是以日本來看 是高達6成1 韓國的部分是4成3 台灣是多少 2成8 而且這幾年還在下行 你說說明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看到這幾年 不管是薪資中位數 還是基本工資 其實台灣都在上行 可是問題是 全台灣的獲利 上行速度更快 中間的GAP 就是由企業主來轉走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在台灣 你不管是做中小企業老闆 還是大企業的老闆 都是非常吃香的 為什麼 因為能力成本相對低廉 而且整個台灣的大環境 它有一種特殊的共性存在 就高度服從性 那這樣的一個能力成本 也是為台積電 定下一定程度的基礎 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說如果 他想要維持這樣的競爭 他就必須是要 這樣的一個企業文化 有一天他不是這樣的企業文化 他可能也不是全球 第一名的金元代工產業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三星現在要 急起直追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走向有點類似 像台積電模式 三星現在也傳出說 他們是進入了一個比較緊急的狀態 就是高階主管 現在禮拜六也要上班 他們變成是週休一日 是面臨到什麼樣的危機 沒錯 那就很明顯 就是說過去那種環境 作為品牌商 的確在東亞體系列 因為他缺乏終端消費市場 可能獲得的空間 拉抬幅度已經不是特別大 所以要在半導體晶圓代工當中有所突破 他就必須學習現在全球最大的晶片半導體廠 台積電的文化 這個台積電文化是什麼 就是夜音計畫 就是高度服從性 SOP快速擴張 精準有效 隨時oncode 所以這種文化 他會形成某種共性 當然會形成員工的適度反彈 但他也恰恰保證了他的成功 我舉例來看 我們根據Grad Stover 也就是美國的員工評論網站 來觀察在美國的企業當中 包括海外市場的企業 他們對於各家企業的看法 如果是Intel的部分 Intel是標準的工程師文化 就是說他們所有的資源的導向 都是為了給客戶更好的CPU 這是他們的絕對準則 那為了達到這個準則 會有很多內部不同的討論 但員工至少給予這樣的回饋 是4.1顆星 那另外一個 我們直接以代工廠來進行比較 Grad Funder的部分 大概是3.5顆星 但台積電 現在設廠大概沒有多久 是3.1顆星 比分算不是特別高 更重要的事情 是在客戶 這個企業文化當中 僅僅只有2.5顆星 Grad Funder是3.3顆星 Intel是4.2顆星 當然我們沒辦法把CPU廠 直接拿來跟代工廠來進行比較 可是你光是從兩家 半導體廠比較起來 還是感覺得出差異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說 現在想要成為 全球半導體市場的龍頭 就是要學習他的文化 就是要學習如此高強度 高精準 高度服從的文化 我們舉例來說 在當時在2013年左右的時候 韓國整體百強企業 前100家企業的總市值 是1565兆韓元 這是韓國內部 所做的專題研究 但是到了2023年左右 你可以觀察到 當時我們看到 整體韓國市場的規模幅度 相對台灣大概是828兆 然後到540兆 所以換句話說什麼事情 就是韓國市場 它的市值增長幅度沒這麼快了 但是台灣市場 就是高幅度的增長 增長幅度是高達205% 這說明什麼事情 這說明的事情就是 這種文化某種程度 也恰恰反映著 台灣百強企業的繁榮 現在如果要在半導體上 有所突破 三星就會慢慢的台積電化 我們請教廷 現在大家都覺得 通膨時代來臨了嗎 三月國營房貸的餘額 是續破10兆元 看起來這個房市的買氣很旺 所以買房抗通膨 是現在很多人的想法嗎 對 尤其在股市高點 過去有一種做法 股市地點買股 可以賺取整個景氣資本財 股市高點買房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你把資金 停泊在房地產市場 就算跌 下跌幅度也有限 這是很多人所採取的做法 你可以觀察到 因為一季度的數據很快 本週像是國泰房價指數 新移房價指數都要出爐了 我們過去已經跟投資朋友了 已經推銷今年一季度 房價一定是創高的 最新我們看到 政大永慶房價指數的部分 二十四年一季度 相對於去年一季度 全台灣房價漲幅是7.5% 其實不亞於股票市場 尤其房地產市場的槓桿 效果來得更高 台北市的部分漲幅5.9% 其中漲幅最為亮麗的是新竹縣市 漲幅有一成二 這個就非常明顯的跡象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了解 現在總價其實並沒有創高 高總價現在流動性 還是沒有特別好 這說明市場上主要還是圍繞著 新竹竿房貸所產生的助攻 就代表著 它能夠負擔的總價還是有上限 但是只要低總價 現在市場上是很搶手的 我們舉例來說 在過去一整年當中 交易量最高的 在新北市的熱門的總價貸 基本上都集中在1000萬以下 還有1000萬到1500萬 所以你可以觀察出來 新北市現在在1500萬以下的 新房也不多了 這說明很多年輕人為了要上車 寧願買一些老公寓 先上車再說 但是1500萬到2000萬以上的總交易量 就開始有所收縮了 所以房地產市場現在是兩樣錢 高總價的你很難再推上去了 流動性不好 但低總價的非常搶手 所以在新北市來講的話 1500萬以內的都還是很受到歡迎 非常受到歡迎 但是你也知道 現在1500萬以內新北市的 可能也是屬於我們講的這種 中古物了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 到底這個買盤的效果是從何而來 很明顯就是來自於外匯收益 所以今年的景氣持續的向好 就代表著會有持續的年終獎金進來 你也可以觀察到 現在在全台灣土地交易規模最大的 過去來看都是壽型業 或者有一部分 過去有一兩年是生技業 這兩大是購買商辦 以及土地交易最主要的族群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 如果是以台北核心商業區 從今年一季度 相對於去年一季度來看 突然暴增了43% 從本來的4836平 暴增到6895平 這說明現在市場上 對於商辦辦公室的需求 正在快速的擴增 它是一種景氣向好的保證 更重要的表現是什麼 過去來看 比例最高的都是醫療生技 金融保險 或者部分的能源概念股 是在整成交量當中 占比最高的 可是今年最高的是什麼 科技 科技業 所以你不要說什麼 人家壽型業 又在買地 又在囤房 又在買商辦 又在囤土地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 現在是科技業在買 科技業買地 難道它是為了要炒房炒地嗎 你當然可以這樣解釋 可是目前大部分科技業 購買大量商辦的主要用途 就是它有大局擴張的條件 所以廷浩會覺得 現在還是賣房市場 就是這個價格要鬆動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沒錯 第一個從土地交易規模來看 它已經有了領先指標 的確在過程上游端 從中游端來看的話 低總價的地區 它完全就是屬於賣房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在精華地區 你根本搶不到這些低總價的 如果真的有 那房仲會先買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 只能買到高總價的 換句話說 整個台灣的房地產市場 在股票市場 稍微修正的時候 反而可能會形成 更進一步的剛性買盤 用餐廳的 為什麽